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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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拆我們的王子 我們好好跟蔡總統講 好 請幫你轉達 謝謝 蔡總統 請教教我們 請教教我們 OK 我要維修召道 謝謝 蔡總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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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的蔡總統來到我們的門前 我想連接下我們的陳情書 這樣的一個過程都這麼辛苦 我真的感受不到 到底我們的政黨有沒有能力來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阿倫多副秘書長今天跟我咬了很多耳玻 他說一直跟我講 蔡總統知道了 蔡總統知道了 你這個案子 但是我們要問的是 知道了以後 要幹嗎 我們這個案子 其實 不一定要拆 最好的方案是不拆 一百六十公尺 要拆掉一棟大樓 是不對的一個計畫 一百六十公尺 他如果把它開闢成為人型廣場 讓人潮取代所謂的車潮 那才是環農東區跟中區最重要的一個農戶 他旁邊明明有一塊台鐵的土地 那是一個停車場 你如果要開馬路 你就從那個停車場通過 你房子都不用拆 真的你如果需要馬路 那是最省錢的方法 但是他們不要 那這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是跟南鐵東一案 以及台灣很多的 那個鐵路高架化 立體化的一些案子 其實都是一樣的 我們回到2000年的時候 2000年的時候呢 監察院彈劾台鐵 說他虧損了2000億 那台鐵之所以虧損了2000億 其實理由也很簡單 也是財團拋空的結果 因為蓋了高鐵 然後呢 其他國外的做法是 高鐵的收入應該要來補貼台鐵的 但是台灣沒有這樣子幹 台灣就放任高鐵那邊賺錢 旁邊繼續進行土地開發 你說我們的都市計畫 那些學者專家都說他們多厲害多厲害 但是你看看台灣的高鐵 都放在那個鳥不生爛的地方 然後你坐到高鐵 你要進市區還要好長一段時間 然後那個地方現在又沒有開發 這個可以完全看出 其實台灣今天的都市計畫界 完全都是國王的心意 只有權力沒有專業 OK 那再回到這個2000年的時候 因為台鐵被彈劾了 所以呢台鐵那時候就開始規劃說 他要怎麼樣來還這一體债 那個時候台鐵他就成立了第二個事業處 土地開發事業處 也就是說今天台鐵他知道他所有的這些路權 都是在市中心 但是有很多都是鐵軌或者是倉庫或者是 像剛好我們所提到的這個停車場 他知道他們如果進行鐵路立體化的時候 是有機會把這些現有的用地給他騰空 然後他們就可以變成土地開發商人 為什麼台灣人民你要這麼辛苦 我的學校也是自班重劃的受害者 民國一百年的時候申請保留 從而我也不了 七八年來一直臨辭 學校的小孩子 放火開槍 用火藥炸 無期不有 可是政府站在哪裡 警察站在哪裡 全部都是站在財團那一邊 我們已經接到 拆除的執行命令 學校的土地被從阿會 租記 跟從阿會訴訟中 不可以借貸 不可以轉 那現在光2500萬的 緩執行費用到哪裡去哪 法院就判 到前四次開庭 法院都說 市政府沒有依法介入 沒有依法調除 沒有做出行政儲存 所以不能夠就訴訟 所以四次都判幼稚園影 判從阿會訴 結果沒想到第五次 法官竟然講說 市政府沒有依法調除 沒有做出一個處分 也是一種調除 然後他還允許重劃會 申請強制執行 所以重劃會 在前不久前 拿了600多萬 提交到法院之後 強制執行的命令就下來了 那如果我們幼稚園 要去反擔保 反這個執行 要拿2000多萬出來 誰拿不出來 拿不出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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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